再來換重點二 重點二是多位數 所謂的多位數就是不會出現在 九九乘法表的答案 所以九百六十三五百五十五 都不是九九乘法表 我們背出來的答案 所以這裡開始 學校通常都會請小朋友列直式 那前面呢 因為它是東西 前面都是東西 後面都把它當成是人 多少錢分給多少人 錢是放在口袋的 是放在口袋裡面 所以一定是列直式的時候 列直式的時候 一定是放在裡面 所以九百六十三 在裡面 再來呢你要分給三個人 人在外面可以嗎 所以位置一定要放對 位置一定要放對 好再來 我這裡出的題目呢其實都是什麼 都不用借位的 所以都是很簡單的 所以呢你仔細看這邊 每個位置代表不同的錢 所以這個九呢 這個九是指什麼 是不是九張一百塊的意思 九張一百塊 好我一樣畫圖 再來這個六呢是指六個十塊 各位十位百位 百就是一百塊的鈔票 十位就是十塊錢的硬幣 一二三四五六 再來這個三呢 各位數就是指一塊錢 一二三 所以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位置代表不同的錢 不同的位置代表不同的錢 那錢是放在口袋 拿出來分給大家 所以放在裡面放在裡面 那外面是分給三個人 那我們開始分 那分的時候一定要記清楚 先從大錢開始 先從大錢開始 所以先從一百塊開始喔 所以記住 我們在儲的時候記住 先分大錢 再分小錢 可以嗎 先分大錢 再分小錢 那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你要一位一位一位慢慢儲 所以呢先分大錢再分小錢 就是一位一位慢慢儲 慢慢分掉慢慢儲 好啊所以呢你分一百塊的時候就不用管十塊錢嘛 你分這裡而已啊 你只是分鈔票又不是分硬幣 那所以你分給三個人的時候你會發現啊 是不是分三份了 那所以每一份每個人不就拿到幾張一百塊 是不是三張 那因為你是分一百塊的喔 你是分一百塊的鈔票 所以呢你一定要對齊上面 你一定要對齊上面 表示你分到的是什麼錢 一百塊的鈔票你分完就要對齊一百塊的位置 那再來呢這裡是不是久了 是不是分完這裡了 是不是沒了 是不是沒了 那沒了之後呢再來你要把十塊錢掏出來分啊 所以你要把它掏出來分啊 所以你現在有六個十塊嘛 六個十塊嘛 那六個十塊去分給三個人呢 是不是這樣子分 那分完是每個人兩個兩個兩個 那所以呢各兩個十塊位 一定要對齊你分的是什麼錢 所以分十塊錢就要對齊十分 對齊十位 可以嗎 所以三二六是不是沒有錯了 分光光了 又沒了 那最後就把一塊錢也拿出來 最後再把一塊錢拿出來 那三個一塊呢怎麼分 是不是各一塊 那所以呢三一三 就是剛好全部拿走了 那所以這裡乘每個人分的 這裡乘上每個人分走的 簡簡看是不是分光光了 這個就是處法 所以處法很簡單 就是什麼 一個位置一個位置慢慢除 所以呢 從大錢大錢分完分小錢 大錢分完分小錢 一個位置一個位置慢慢除 慢慢分掉而已 那我這裡出的題目呢 其實都很簡單 因為都不用借位 都不用換啊 都不用把大錢換小錢 所以呢 一樣的根本不需要直視 只要用手指頭 只要用手指頭 所以你看這邊喔 我在做的時候 我會怎麼做 我會這樣子做 我手指頭直著 先直著大錢 是不是這個四 那四呢 四分給兩個人呢 四處一二呢 拆數字成回去嘛 那是不是二二 二二 四回去了 對不對 那再來換這個六呢 換這個六呢 六除以二呢 那一樣拆數字 拆數字成回去 所以三 三二 六生回去了 那直接就出來了 所以不過也就是什麼 算兩次九九成八表而已啊 拆兩次而已啊 再來換這邊 來分十塊 先分大錢再分小錢 六除以三 拆數字三二 六 好換分一塊錢 分一塊錢 九除以三 拆數字三三 九 拆數字成回去 對了 換這邊 換這邊 九除以三 九除以三 等於三 再來六除以三等於二 再來三除以三等於一 可以嗎 再來 五除以五等於一 十位數的五除以五等於一 各位數的五除以五等於一 收工 所以用手指頭指著 指著 位置位置 小朋友在洗的時候 才不會漏掉 可以嗎 再來看下面這六題 好 建議一定要叫小孩子用手指頭指著 指著 先指著大錢 再慢慢指小錢 所以一定要用手指頭指著 這樣子小朋友才不會漏掉 因為當他指著的時候 就會專注那個數字 所以用手指頭指著 那嘴巴呢 盡量念出來 猜什麼數字 呈回去 唸出來 所以呢 你看我的習慣 好 指著 五除以五 猜數字 五一五 五一五 有沒有 我手指頭指著 那嘴巴呢 會唸成回去 有沒有 好 五一五 再來 零呢 零去除呢 分不到還是零 可以嗎 再來換下一題 從大錢開始 指著 好 猜數字 成回去 唸出來 四一四 再來換零 換這個零 零去除呢 還是分不到啊 沒有半枚十塊錢啊 還是零啊 大家都沒分到 是零 再來一塊錢 八除以四 八有沒有 那所以猜數字 成回去 念出來 四二 四二八 好 再來 指著 好 準備要猜囉 四二八 我指著二對不對 所以二一二 再來指著六對不對 二三六 算出來了 來 換這邊 來指著 這裡六啊 所以三二六 零呢 三零 零 再來 這裡三三一 再來 這裡九 三三 九 再來 指著 好 開始猜數字 成回去 念出來 二一二 再來 二零 零 再來 二四 再來 再來 二二 四 再來 五一 五 零 還是零 再來 五一 五 最後還是五一 五 所以一定要指著 然後呢 念出猜什麼 猜數字 成回去 可以嗎 好 那所以呢 接下來從第七頁到第十三頁 一定要手指頭指正 嘴巴唸出猜什麼 成回去 一定要養成這習慣喔